院长 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也是因应全民的一个要求 来解决我们国防部对于军人犯罪 全面移交这个普通法院的这个诉求 那么在这次的修正之后 我们也期许我们的司法院 对于军事活动 因为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专业性跟它的特殊性 而且我们军队负有训练我们士兵的责任 为了避免这个普通法院 跟检察官他在审理军事案件的时候 因为相关案件的惩犯人员 不了解军中的一个专业特殊性 动辄对于这个军人可以行责 造成军队的长官 不愿意用严格的标准来训练部署 导致我们国防弱化我们的战力 危害我们的国防安全 所以在这次的扫野协商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期许我们的司法院 这个法务部 希望透过这个几个月的一个缓冲期 能够确实把握的时间 迅速延迷相关的配套的措施 让我们的专业的法庭 以及相关法官能够顺利的接全接 最后呢我要感谢 感谢